周深在湾曲声明月彩排现场 捕捉到清唱彩排湾中的周深 天哪 这也太好听了吧 请问是什么心意能唱成这样 梦花圈 花圈 念心梦 心梦 五号 三 二 一 欲随着风 八分吹 三 二 一 欲随着风 八分吹 梦花圈 花圈 今晚20点00 2023湾区声明月 大湾区电影音乐晚会在香港畅响 晚会与全明星 全金曲 全爆款 全共鸣之资 引发了全民热潮 深度促进粤港澳大湾区 民众文化生活交流 成为当年最举关注度的文化事件之一 如今湾区声明月渡江而来 2023湾区声明月 大湾区电影音乐晚会 以更高格局 更广视野 更强阵容 更新形式 在灯火璀璨 安地祥和的中国香港热成畅小 今晚周深将在第三单元中 最后一个独唱 湾 湾是由王品酒作词 常诗磊作曲 王菲演唱的歌曲 同时这首歌曲也是 2021大湾区中秋电影晚会的主题歌 这首歌曲的意义非凡 周深如今的嗓音 演绎这类的歌曲 不仅可以让它柔美 同时能够让它震撼 如今的华语乐坛 后续也没有多少唱功 如周深一般强悍的歌手了 期待周深今晚带来的这一首弯 听周深为大湾区而歌 又见明月深湾区 此心安处时无相 周深在2021大湾区中秋电影音乐晚会 演唱了灯火里的中国 2022大湾区新年音乐会演唱了 繁星璀璨的天空 2023杨帆远航大湾区音乐会 演唱了童星园 昨日在晚会的预热直播中 主持人和音乐制作人赵嘉玲 对周深百般夸赞 说周深的声音是有故事的 可塑性极强 非常有个人特色 说好像没有什么歌曲 是周深不能驾驭的 我们做影视项目主题曲 列歌手名单时一定会有周深 而且绝对是首选 而且只要是跟他合作过的人 都非常满意 到了我们此次 2023大湾区电影音乐晚会的节目单了 有很多你们期待的歌手 音乐人 电影人都会在这个歌单当中 为你们演唱一首深情的歌曲 那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介绍的 就是歌手周深 周深呢一直在用他独特美妙的音乐 为中国电影增光天才 据统计呢 他曾现身26部电影 与3.2亿的电影观众相遇 在2022至2023年度电影频道 M榜及中国电影大数据上 获得了年度杰出 电影音乐人的荣誉 灯火里的中国 这样就是一种大爱的歌曲 他也可以唱 就是说 好像我目前没有想到 说有什么歌曲是周深 无法驾驭的 对无法驾驭的 而且我们现在在做一些影视的项目的时候 说到主题曲这块 我们在列歌手的名单的时候 一定会有周深 几乎每一个项目都会有他 最后呢可能和他 阳错的关系 可能就没有办法和他合作 但是只要和他合作过的项目 就是所有的人都非常的满意 算是首选 对 首选 对 就说这一梯队的绝对是首选 其实刚才赵老师在聊的时候 我们也不妨带大家来回顾一下 像周深的经典影视的OST 像《大鱼海棠》 我们印象很深刻的《大鱼》 周深为动画电影《大鱼海棠》 献唱的这首《大鱼》 是一经发行 便展获了多个奖项 成为了贯穿周深演艺生涯当中的 代表作品了 还有《江子牙》片段当中 《请相信一梦》 悬崖之上同名主题曲 还有《灵牙之旅》 同名中文主题曲 《流浪地球2》 定义主题曲 《人世等》 其实人世间的插曲 《光之子》也非常好听 对 所以他的声音当中 带着这种灵动 他和周深的性格 有时候像这种活泼可爱 或者是站在舞台上 又能唱这种大气委婉的歌曲 完全是不一样的 但是给我们带来了 多面性的周深 对 你看他的那个形象 你就觉得 哇 他的能量这么大 对 那周深其实他这种灵动的歌曲 是不是在作为音乐制作人的 您看来的话 他还是可以去尝试 无限的可能 对 我目前没有觉得 有什么风格是可以限制他的 从古典音乐 跟古典音乐相关的东西 流行音乐 甚至电子音乐舞曲这种 我觉得他都没有问题 对 曾经刚刚开始 我们在电影的活动当中 看到周深的时候 周深说自己是一个新人 但每次都希望和电影人来相约 但现在我们频频 在各大颁奖典礼当中看到了周深 因为我觉得他也是电影人的一份子了 所以这次来到大湾区也是一个缘分了 对 所以期待着周深能够在这个大湾区当中 为我们献声唱出大家想要去听到的 他为电影作品来添的这种情感的魅力 为观众带来更丰富的听觉享受 周深的新综艺节目 舞台2023的官宣要来咯 明天上午9点30分 官博发布节目官宣 10点有发布会直播 重点周深会在 周深又要走空中飞人了 在香港唱完歌又要极限赶路 飞往舞台2023发布会城市 周深最近10天内的行程 在成都 青岛 上海 北京间辗转 真的是六边形战士 这么高密度的行程 高强度的工作和高质量的舞台 除了要有超好的身体素质之外 还必须具备超强的专业能力 和充足的素养储备 否则根本无法承受得住 真的是不得不佩服周深 真是太牛了 周深YYDS 天生加勤奋成就了今天的周深 他真的很像是小说中的人物一样 在万能的基础上 还要不断地开发更多的潜能 所以所有的肯定和赞誉 都是你值得的 中国我在舞台上演唱的时候 都是非常有意义的舞台 然后你要说印象最深刻的 一定会是在咱们国家大剧院的 这一个 应该算是我演唱里面的一个跨界 第一次就是跟着所有的 合唱老师们 乐团老师们 包括咱们驴子一起合作 然后没有一个手持 麦的那个感受 我觉得是一个 是一个很新颖的一个感觉 而且在国家大剧院 这么一个在我心中很 非常非常神圣的一个舞台 去演唱的时候 我觉得自己心中非常的激动吧 然后又紧张 然后又激动 然后觉得又很感动 在国家大剧院这个版本 它线条更长了 然后所有的情怀也都更澎湃了 所以印象最深的 一定会是今天这个新鲜的舞台 一个新鲜的尝试 你看都没有人跟我送花 整场晚会 没有人跟我送一朵花呀 整场晚会没有人跟我送花 我突然想起这个问题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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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